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道過珍重 一切遲都見你懂 往昔歡笑 十流心中 找到的愛情 有此時幸福送 迷惑感覺 如否再半開 熱戀的憂情 在心中一般重 常令我處矛盾中 煩惱中 受困傷中 甚麼?要補倉? 不行, 我要問問我姐姐 阿祖, 我要先走, 趕過課不上 你幫我拍照 各位同學, 暑假放完了 大家去過商業機構和銀行實習 阿祖, 覺得怎麼樣? 李佩蓮, 你說一下 我在實習期間 覺得工作本身不困難 但人際關係方便很難顧慮 說得對, 這就是我 要大家實習的目的 對了, 我叫大家寫個報告做好沒有? 阿Sir, 遲些交行不行? 又遲些交 又遲些交 你做完了? 你做完了? 阿祖, 如果我們現在斬倉的話 那百萬元便會 連渣都沒有了 但如果我們補倉 還會消消機會 但現在中東局勢 有個不穩定 外賣流入這麼亂 阿祖, 原來你還是留意世界經濟 那你決定斬倉 斬倉? 我早就說你們了 學人想投機發達 有錢人就說發達 你那個雞水這麼多錢 豈不是只會被人吃了 賺了多錢 可能就去吃碗子吃 現在就好了, 吃完了, 看你怎麼樣 你說完了沒有? 其實姐夫說你真是想你好 姐姐, 賺了這百萬元是我不對 但我會盡快還給你 我拿車去擠油 你慢慢開, 別只顧著這百萬元 黃太太, 兩粒麵 不好意思, 上星期六沒有來補習 怎麼會呢?你們這麼有誠意 麻煩你通知阿斌仔 我今晚五點來跟他補習 好…今晚見, 再見… 高薪聘請, 人壽保險從業園 月入過晚? 各位, 新同事 歡迎你們參加本公司 人壽保險推廣業務經理這個職位 首先你們要明白 一個愚蠢的人 只會盲摩摩地亂闖 但是一個聰明的人 就會跟著成功人士的道路 你們早點睡吧 你們都是聰明人, 但你們沒有走錯路 所以要做一個成功的保險從業員 首先要經常注意自己的儀表 銜圖, 態度 最重要的是禮貌 這些是不可以缺少的 尤其是我們是中國人 觀念較為保守 很多人都抱著這種態度 想著一個人就快死了 才會買人壽保險 究竟怎麼把他們這種態度糾正過來呢 怎麼告訴他們 人壽保險 不但是保障你們個人入息的方法 還是一種真值的儲蓄方法呢 這就是你們要受訓的主要目的 我也知道你在這兒了 幹甚麼 沒有, 這陣子的瘋狂人 把全世界的金融經濟混亂 每天都下跌, 我怕你有事 你很想我有事嗎 關心你而已 又是你那時候告訴別人 你買了外幣的 我這麼羨慕, 放浪了… 我也知道, 你怎麼會這麼容易有事 我慘了 電郵貴到死, 我早知道就不買一部車了 早知道就沒有乞丐了 你媽媽知道你們要養車了嗎 當然不知道 我以為如果他知道了之後 不罵你不得已 還會幫你養車, 兼還債 很難了, 讓他知道殺了我也有份 別說了 我那天叫你給我那個碌屎 碌屎? 我那天沒上課 沒上課?去哪兒? 我那天 我那天 我知道, 你這個臭小子一定是狗上啞坑的 去哪兒 去哪兒?去哪兒?去哪兒? 去哪兒?去哪兒? 我那天啊, 可能做旁聽生 你有病嗎? 有人聽傷科 我知道了, 當然是為了李佩玲 有病嗎? 整個小子還會輕柔 弄得我連碌屎都沒有 阿威, 你放心吧, 碌屎一定能借到 我警告你, 不要還會輕柔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不是, 你當我經驗就好了 別把身體都睡著了, 知道嗎? 是呀, 你也不知道 我李佩玲全身都是賜 你顧好自己的身體更好 快畢業了, 還做了這麼多兼職 你哪有時間休息呢? 阿威, 如果你真的等錢花了 我還給你一點錢 錢有誰嫌多的? 不錯呀, 我還財, 你還認識 那我們就馬上財色兼收 一…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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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來吧 快點, 走 快點, 你這樣給見 快點,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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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 《黑板》上有六個劇本 三個作者 三個作者 大家都很熟悉 Chekhov, Gibson, Strindberg 你兩個月之內 就要全部幫我看完所有劇本 是啊 看電影兩個小時就看得到 看劇本就只有四個小時 好嗎 還有 不用說字 看完劇本之後 請每個作者選一個劇本 幫我寫一個劇本分析出來 哇 這是一個大項目 兩個月 沒得說 有個小項目 就是下個星期就要交的 就是兩個人一組 都說明小項目 你做不做不做 可以走出來的 政府給人很多錢 各個都很願意進來讀的 兩個人一組 做甚麼 訪問演藝界名人 你隨便選一個都可以 下個星期就交貨 不要吵 還要聽話 是兩個人一組 不用你們每個都做 做不好 主題就任定 沒所謂的 誰都任選 你們自己搞定他 好嗎 一個禮拜 你放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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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你當然要找他 怎樣 沒問題嗎 沒問題 我們就下餐廳喝茶 阿Sir, 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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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了這麼多錢 我甚麼都賣了很多錢 甚麼, 你傻的 走吧, 下去… 走 威威 這次你負責聯絡人 拿資料 我負責抄寫, 好不好 你計劃得不錯 我不認識別人 我也不認識 你不認識別人 可Sir 甚麼事 請問你DJ 算不算演藝界的人事 當然 我想訪問梁安儀 好呀 紅DJ兼節目主持人 好想 你認識他吧 不知可不可以 替我踏步和訪問他 好吧 我星期二見到他 我幫你買一份吧 麻煩你, 可Sir 再見 雷小姐 你是桂台的金牌DJ 不知道你的成功秘訣又在哪兒呢 沒甚麼所謂成功秘訣 最重要是父母給你一把漂亮的聲音 另外還有口齒伶俐, 反應敏捷 平時多點關心時事 勤力點搜集資料 還有知道聽眾喜歡甚麼 那…不知道我的聲音 可不可以做DJ呢 你的聲音也不錯 好 那就要謝謝梁小姐 你給個機會才行 好呀, 你何時有空呢 謝謝你 那如果我一有時間 我再給你電話聯絡試音 好 乾杯 乾杯 好 會長, 我來投訴的 我們女兒的鏡子裂開了 照得我們很醜 跟我叫學校換了她 這些事應該通知校務處 通知了, 校務處一聲就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特地叫會長你出馬 學校才重視 但是我不是… 好了…我幫你出去校務處 快點搞定她 謝謝 文靈交 我也有事想你幫忙 那你是師兄了 有甚麼儘管開聲 當然有好事大熱你 甚麼 我現在在做人壽保險 我一向知道你的人緣好, 交際好的 如果你幫我找到客人 我最多分用給你 保險 你拿著墳幣去看 詳情我再跟你聯絡 138, 慢慢的 永庭地產, 要我看房 好, 謝謝 Rey, 我要… 別看了 快點趕快去九龍城看房 看房 Rey, 下面的房間怎麼能住人 風氣不好, 乾線不充足 還有個廁所 一塊塊的汽水在那裡 臭到死了 你看看這飛機子 這飛機子很濃烈 我不是在這裡為修你千二班 這飛機子很濃烈 找到我的頭很多大麻 在家裡住得好好的 為甚麼要搬出來住 你長大了, 你回家店裡住得好一點 還是搬跟我家裡住 不太方便 為甚麼這麼不方便 我爸爸經常都不回去睡 而且這麼大的房子 只有我和我媽住 不要緊, 多個人和你聊聊天 對她的身體更好 所以我會趕快走 是 對她的身體更好 她們在家裡住得好 好嗎? 好嗎? 我家裡住得好嗎? 好嗎? 小子 你們倆要回來, 不用做功課吧 是呀, 快做功課 你們玩就行了 快點, 又知道你死定了 弄壞褲子, 走 怎麼樣?真的想搬嗎? 是呀 是不是你姐夫跟你說過甚麼? 不是呀, 我自己要搬 我就快畢業了 想搬近一點, 方便上學吧 肯定一個人搬出去甚麼方便 又沒有湯水 如果我要喝湯水, 我甚麼時候回來都行 那你打算甚麼時候搬? 不知道的, 我想應該是月尾 那拜託你這段時間 多點回來吃飯喝湯 行了, 姐姐 如果我要喝湯水, 我甚麼時候回來喝 我欠你那筆錢 別說了, 我沒記心 不行的 不行的, 我說要還給你的 不如這樣吧 我把這間房契還給你 就當還債吧 別傻了 這間房子 爸爸說明是留給我們兩個子弟 我不跟你說, 我要煮飯了 姐姐 去吧 好, 去那邊 這麼晚 好可憐 人家 好, 我們來啦 走開, 走開 那你去女廁吧, 別人來男廁 來, 行吧, 碰到人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學完, 看見這些東西 一槽冰臨 你學過拳的嗎? 是呀, 好不好, 難怪這麼好打 放手, 說了多少次, 磨身磨世 我喜歡女人而已, 你真壞 還傻了, 你真是 連鎖也不鎖實, 這個是失魂魚 怎麼這麼缺德, 別人忘了鎖 別找人, 別找人的東西 你真是個八婆, 給你看看, 這樣行嗎 來, 掩住你的嘴, 看… 林祖華大俠, 小女子李佩玲 願以身相許, 長相私守 這次沒有合片 無合片, 像你那樣, 老套 有辦法 跟著來 好痛呀 所以叫你跟著來, 做場戲給你看 好不好 走呀 好呀 有東西看了, 精彩, 精彩 我從來沒見到大藥物這麼精彩 廖哥, 我們又拖死蘭同班 出雲七 好鬼, 這可怪事年代 今年都是特別 怕有人打死李佩玲 也打死了 怎麼知道呀 是呀 各位 讓你們看看 有林祖華在這裡 你們不用指傷了她 對呀 霖哥, 林祖華大俠 這裡, 李佩玲女俠 有我在說地你幫我保護 你以後不會擔心 是呀 有此更噁心 林祖華大俠小女子李佩玲 願意伸上去, 長相屍首 是呀, 這樣也能寫得到 看完了 怎麼搞的 這麼獨色的女子都藏起來了 很離譜 妹妹看, 走呀, 走呀 走呀 佩玲 佩玲 佩玲, 不要打 佩玲 佩玲, 不要打 佩玲, 佩玲 佩玲, 你幹甚麼 你炸帝娘, 你是劍俠 你身上打過 劍俠?你說甚麼 你還炸帝娘 佩玲, 打 佩玲, 你… 給我看看 阿祖, 吃飯了 好 好 來, 先喝一口湯 媽媽吃飯 你爸爸又不回來吃了 這樣也好, 不用我去想他的菜 兒子, 你幹甚麼事 你幹甚麼事, 你為甚麼不敢 兒子, 糟了, 怎麼辦 死呀, 死呀 死呀, 你暈了 爸爸媽媽還在, 死呀 死呀 小子 兒子, 你沒事吧 你今天沒吃過東西 起來吃一口粥吧 兒子 兒子 兒子, 你燒成這樣, 燒得不要緊 怎麼辦 怎麼辦, 兒子 死呀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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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中國近代史克倫 竹十八業, 落足心機了 一定得到高分了 最後一年了, 錶八字得吧 怎麼搞的呀, 我落足心機了 如果我不是看到歷史的休克 我小時候找你嗎 那更加沒有折扣 怕你了, 怕你了 你給現金的話就糾折 給支票沒有折扣 無所謂呀, 你在報館裡面 兼職這麼多, 真是失誤了 你怎麼知道的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一定會關心你的, 是不是 謝謝, 下次有幫助 我甚麼都知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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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甚麼 沒有 是你說這堂好玩, 我才來的 行了, 幫你上完一堂 你堂堂也會來 看看會怎樣 各位同學 為甚麼嗚嗚嗚嗚嗚嗚 精神一點, 睡醒了 幫你們玩個遊戲好不好 好呀, 玩甚麼呀, Sir 玩甚麼呀, 你先出來吧 出來吧 出來吧 好害怕 出來吧 出來吧 聽著吧 你現在要做一連串 有連貫性的動作 有意思的 而你做完呢 你的觀眾一定要明白你在做甚麼 所以你們要很強烈地觀察 來, 開始吧 我做的了 做吧… 你做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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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的, 遲到大了嗎 走一會, 快點到位置, 遲了 你也到位置, 你做完了 各位同學, 高萬寧堂做甚麼 調教我好嗎 甚麼傻的, 又生… 又疼又生… 我知道… 甚麼事, 說… 知春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我覺得高同學在企圖表達一個妓女 怎樣去鬥生意 是呀…我是這樣的意思 才女就是才女 你是想做這件事嗎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個遊戲很簡單的 就是想告訴大家 作為一個表演者 或者一個觀眾 都要有很強烈的觀察力 對你生活和你生活裡的一切小節 都要有很強烈的觀察 而作為一個表演者 更加要很準誠地 把你想表達的事呈現在觀眾面前 一定要乾淨利落 不要加多 也不要太少 足夠, 一定要足夠 才能讓觀眾明白你做甚麼 怎麼樣 有沒有人不明白 那…可Sir 可Sir 你可不可以再簡單一點再說一次 還要簡單一點很簡單 我想可Sir的意思 李沛靈, 說甚麼 我想你是在說表達和詮釋的重要 繼續說下去 我覺得表演者一定要跟觀眾有溝通 這個表演才算是成功的 好 怎麼樣 還好像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我示範給你看 李沛靈, 你出來吧 你就做剛才的高曼靈企圖想做的事 不過用你的方法, 出來吧 厲害… 李沛靈同學一定是有生活體驗 才是比達得那麼全神 李沛靈, 你可以進來 你似乎剛才玩得過分一點 是嗎 你是認真的嗎 我是認真的 這個女人阿祖值得為她進醫院嗎 阿祖進了醫院? 對, 你說好, 想說一下 是嗎 是嗎 李沛靈佩, 你知道今天心情很特別嗎 今年太可惜了 難怪才是殺人 沒有死 你快點死的 是你快點死了 你快點死了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得變 你快點死了 你糟了, 你們不打不相識, 只顧著他 怎麼會呢?這種人 寫著我上課也不知道自己欺騙人 小姐, 跟你上課 怎麼知道他一個 是就是, 只不過在劍套射 打我一扣一扣, 就只有他一個 有甚麼事? 希望你這次可以知難而去 希望是, 這些人真的要教訓他 也不知道自己卑鄙 那你也打他死的 卑鄙, 你們打成人這樣 還抓人死? 卑鄙, 偷聽人說話 阿朱現在要進醫院, 你心涼吧 你們真是有點暴力 你上課, 人上課, 不行的嗎? 我不能進醫院了 你別裝無知了, 我告訴你 如果阿朱有甚麼事, 我不會就這樣算 我真的不知道進醫院了 假裝內疚?不是人人 看見你都回答課 請你省一點, 連自己在做甚麼都不知道 你好了 那時候阿朱走的時候, 她沒事的 現在進醫院了, 就關我靈事了 還推卸了責任, 她現在又暈又嘔吐 不是你兩個人打成這樣 怎麼會這樣 現在還要進我的數 甚麼都關你事 不進你的數, 是誰的數 現在才分明砌我生著肉 我們是回教徒, 不吃豬肉 李佩玲, 你真厲害 走呀 李佩玲, 你說他們說的是不是真的 我想當屬是假的吧 你想想, 那次阿朱走的時候也沒事的 不過你真是重手了一點 兒子, 你現在還在畫東西? 阿朱, 你這個時候要多點休息才對 剛才我看見醫生 她說你還要住院觀察 還要等嗎? 是呀, 等個X光報告嘛 悶都悶死人了 你還好說, 撞傷頭這麼大的事 都不告訴媽媽 如果你不是又暈又嘔吐又發高燒 我這次就真的被你騙了 你知不知道, 撞傷頭可大可小 來, 吃點粥 媽媽, 我自己來就行了 伯母 Ray, 坐吧 行了, 你最喜歡吃的雪梨 你怎麼這麼老肚的 不是, 待會兒說我不夠朋友 對了, 你怎麼不去補習 我跟學生調了課, 怎麼樣?沒事吧 不知道的, 現在要等個X光報告 我看這個兒子這麼精神, 應該沒事的 老餅 林太太, 陳醫生有事想問你 請你出來了 好 Ray, 讓我看緊的, 吃完蠟燭了 阿B, 幫我倒掉它 甚麼倒掉它, 你快點吃完它 伯母, 我一定會看你 Ray 好吧, 不吃了, 待會兒再吃吧 對了, 我今天上課的時候 幫你教訓了一個李佩玲的一頓 你做了甚麼? 鬧餐飽的 你怎麼這麼做, 也不關他的事 怎麼會不關他的事 不是他, 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阿B, 你這麼說人, 有甚麼好意思 看你的臭臉, 十足就像被人落了降頭 我也不知道多麼聰明 其實追女孩子的事很簡單 適合他就在一起, 不適合他就飛了 甚至待入情網搞得 溫溫的臭臉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你明明是男女之間那種奇妙的感覺 Ray, 你整天顧著Ray 你都不認真的, 我不跟你說 是呀, 這種感覺被人打得 又暈又吐, 又快高燒 是你才會這麼喜歡的 Ray, 你這次千萬不要跟媽媽說 好呀, 看看怎麼辦 來, 阿翔, 阿翔沒事吧 阿翔, 阿翔沒事的 沒有, 沒事的 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吧 拜拜, 媽媽 伯母, 究竟發生甚麼事? Ray, 阿祖為甚麼打劍道 會傷成這樣 有甚麼事你不怕說, 你說吧 那究竟醫生說阿祖有甚麼事? 醫生說阿祖, 老婆有個影子 可能懷疑是魚血 那阿祖豈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生命危險 總之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 我只有一個兒子, 我不會就這樣就算了 進來吧 李佩玲, 校長有事找你 你跟小姐出去吧 李佩玲, 有位家長來投訴 說林祖華被人用劍打傷 搞到他現在要進醫院 這件事我也調查過 林祖華因為黏了你的畫出來 所以你一時氣憤就用劍打傷他 是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對, 因為他這樣做令我很難堪 所以就教訓他 你以為用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嗎 校長, 他一直跟著我, 跟著我上課 我覺得很煩 李佩玲, 甚麼事? 甚麼事? 怎麼在這兒走來走來走去呢? 林祖華已經入了校診室很久了 不知道甚麼事 你知道嗎? 你跟他這麼朋友也不知道嗎? 是呀 我看他剛才的樣子 我想連他自己也未必知道有甚麼事 走開吧 你養到我了 我呢, 就知道一點點 不過我怕我說出來之後 會防我司法公正, 真的 又是嗎? 兩元, 貼不貼一點 你搞了我領多了 五元 那又不一樣了 七元一個秘密就很划算 好 好 劍道是用來強身 培養精神興趣的活動 不是用來做報復的行為 我不是報復 我只是教訓他 他自己不小心就碰上唱歌 總之用暴力就行騙 這件事是因為你而起的 為了向南祖華的家長有所交代 這次記得一次大過 校長, 你怎麼沒有誠意查明這件事 你真的為了交代? 李佩玲, 你這種態度算是甚麼 你不靜止不認錯 你還這麼口硬 你知不知道林祖華 他頭部有語言 他現在分分鐘也有生命危險 否則我念在你在學校的成績好 這次我對你處罰就不會這麼寬容 你出去 那當然是真的 我一向都是真的 是你不相信我 真的 主角來了 李佩玲 校長找你甚麼事? 你沒事 不知道由哪位高官來學校參觀 又要你欠花又要你致詞 雷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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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他還有些人性 人始終不是冷血動物 我只是想知道 阿祖在哪間醫院 謝謝 我免得你到醫院 令阿祖情緒激動 又再發高燒 阿祖也是這麼嚴重 是呀, 他有沒有生命危險 你告訴我 我真的沒有阿祖 怎麼值得為這樣的女人 那倒是呀 你說過了沒有 你有風不要洗盡你 顧著報應才好 你別這麼遷人 他怕人遷嗎? 怕就別做了 如果阿祖有甚麼事 你還要害怕 我現在只是想知道阿祖在哪間醫院 你不說就別說 我現在比校長多大 你心涼吧 霏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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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 有此詩慶豐送 迷沒感到 如否再半開 熱戀的友情 在心中一般重 常令我處於矛盾中 作詞・作曲 李宗盛